拍手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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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二針 第二個那個 拍腳推就可以了 你自己自己 左腳右腳 右腳 拍手 要對你同學到什麼境界 看他們想到什麼境界 對到什麼境界 對 我們 目標啦 至少能夠跑一場 半程的馬拉松 大概21公里 如果有人 我們有約救生有跑過21公里的 能夠挑戰全程的馬拉松 18週 就要跑21公里 18週能夠目標 目標啦 所以在訓練過程中也是在同學的 運動傷害來講做個防腐動作 對啊對啊 我們很注重一些暖身的動作 暖身 然後大家慢慢的增長 那個訓練量 訓練距離 我想 成績而然 自然而然就進步了 自然下腿 這樣彈起來 身體很有彈性 手擺起來 自然白動 自然白動 老闆 老師 上課來講他不只教跑步 還有教一些基本 運動防腐的動作嗎 熱身的話 這個課程 所有的動作非常完備 比較容易拉傷這樣 所以像那邊老師所教的馬拉松來講 基本上讓你說這樣習慣之後 就可以說 每次這樣遇到長跑來講 就可以很輕易的巴飛出來 嗯 也對老師都有 循序漸進的這樣訓練這樣 開始了 你走到三秒鐘就開始了 輕鬆的小吹步 好 好